每个人的咨询时间为50分钟 那么现在首先我们请王家臻议员做试证总咨询 请王一元 那个农业局 对不起交通局 交通局没错嘛 来局长 昨天的时候本会同仁对于说脱钓非常不满意 我再跟局长提一下今天早上发生的 因为脱钓厂特别临近我们东区的中华东路那一带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竭尽所能在附近的行业里面 去找所谓的违规 今天早上的一个case 我刚刚查了相关法令 为相关单位的态度不够傲慢 现场的当事人几分钟因为要回家拿东西 因为要回家拿东西 在自家门口违规确实违规 爬上楼之后没几秒 没几秒 然后就脱掉了 但是事实上来讲 他现场嘛就跟人家讲 当然就好言好语拜托 拜托的结果态度恶劣 硬要把他脱掉走 他没有使离 并没有使离 并没有开走 请他说我可以让你罚违规钱 但是我忙着要去工作 能不能车子不要给我拖走 OK 我查了相关法令 如果这样讲的话 是可以违规罚钱不要脱掉走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误会 然后我们又接到了相关的讯息 这个所谓的相关单位 他们的拖掉是拼命的几分钟一拖几分钟一掉 塞满拖掉场 好争取自己的业绩 局长你不要讲话 天怒人怨 用意良善 执行过当 造成我们交通问题真的解决吗 赖清德市长说的 骑楼要怎么样弄干净 你看看骑楼 有干净过吗 那个对我们的交通不是问题吗 结果你们说四年没脱掉 现在做这个脱掉 你们有做好吗 你们有执行让民众服气吗 你们有一点点态度上让民众觉得有同理心 能够体会他们当场的那种紧张那种跳脚 局长你请坐 我议员还是要 简单回应一下 那个现场会有援警执法 那一切按照规定 你不要讲一切按照规定 局长你觉得我们是不守法的人吗 什么叫一切按照规定 如果是守法怎么会脱掉呢 什么叫做 没错你可以开违规的单对不对 你可以开违规的单 没有不让你开违规 但是你按照法令来讲 我查了一下法令 是不是可以当事人他根本没有上去而已 我们可以去了解这个案件 是不是像议员所说那样 没关系局长 因为选民跟我们反映 我说过当我们对这个双方当事人各有意见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去查询 不过局长 昨天我们的民意代表质询 或者未来的质询 或者前一阵子我们表达的意见 如果这个政策 让大家觉得你们执行的妥当的话 会有一路走来这么多声音吗 我刚刚就问的 骑楼你们管好过没有 骑楼没有耽误交通吗 没有让行人不方便吗 而且是对的事情 当然是对的事情 我们会想办法 民主也是对的事情 赖青的有进议会吗 如果说是实行的态度不对 没有办法说我突然造出来还是怎么样 谢谢 OK 局长谢谢您 那个 市长 您的 那叫什么 你的时差回复了没 谢谢关心 没有问题 OK嘛 对不起 这个要谈要跟市长情谊的很多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今天一个同仁跟我提醒的 我非常感谢就是说 一定要在这边先称赞市长一下 哪里 就说对不起 称赞您的这个教育友方 哪里 这个为了孩子的毕业典礼 专程来回奔波这几天 我们看到了现在的人伦不张 我们看到了现在的家庭 这么多事故 不管是单亲还是失婚 还是怎么样 我们都觉得 一个好的家庭 对这整个社会的健全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石 所以显然市长公务如此般忙碌 对于子女的教育 两个儿子嘛 对不对 那我是可以是拉拢一下 市长跟我的关系 我记得我的儿子 跟您的老大 也曾经有这个缘分打球过 然后呢 我问过我的小朋友 小朋友跟我说 妈妈 赖清德市长他那个儿子 非常有礼貌 这个也是在我今天先跟市长 致意恭喜的 所以 市长 这下车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 市长您先请坐 最近这一阵子从赖清德市长两任以来 去年登革热 民政局 登革热我们到底死多少人 我们到底死多少人 去年总共有一百一十二位 一百一十二位 是 因为登革热而往生 对不对 这个议题我们议会不断拿出来 觉得你们做的一些 抚恤的 这个安慰的 同理的工作不够 你们有很多说辞也没有关系 但是民政局我先跟你讲一下 你们不要做的那么的招然若揭 你们的活动 刻意的 在野的议员 我们不会被通知到 你们特别亲近赖清德市长的议员 就会被通知到吗 今天早上发生的事 你回去问民政局内 OK好 应该是不至于这样 不过我会来了解 我今天早上才碰到啊 是是我会来了解一下 我今天早上才碰到啊 听到是王嘉珍议员他打错了 马上电话一挂 本来是要请在执政党 赖清德的爱将去参加活动的 一听到是王嘉珍议员服务出 对不起我打错了很客气 马上打错了 不邀请我了 OK 你们一路以来就是这个样子 应该是不至于会 我不知道 我们从来不会 我们的感觉是这个样子 差别的这个邀请 包括社会局的母亲节 不要我们议会同仁参加 你们爱怎么玩怎么玩 许许多多 我说过我是那个相对来讲 不是那么跑突然的议员 可是我们都觉得你们如此这般的分别心 对民众也是不公平的 对我们议会是不公平的 好民政局长你请坐 你刚讲的112对不对 来 0206呢 抱歉来 还是民政局啦 民政局最了解总览歧视 0206死了多少 117位 112加117 229对不对 是 没错嘛 229对不对 好农业局 农业局 这下是农业局 农业局 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 天象异常 该热的不热 该冷的过冷 所以今年台南的乡亲 特别的辛苦 我这样说感到 没有错 对不对 我们的农民乡亲 特别的辛苦 是不是这样子 古人有云 德不配位 必有栽秧 去年我们登革热死 112 今年我们的0206死 116 好 这个 我们的往生的台南湘心 我们的痛 还没有抚平 我们现在的农民 又有这么大的 所谓的灾损 农业局 你怎么帮农民忙 在农业的一个天然灾害 在中央 它有一个农业天然灾害的 一个救助办法 那我们从今年 一开始的这个 漁业灾害 一直到农作物的灾害 那我们 都向中央来申请 天然灾害的救助 那总共我们 在漁业余损的部分 我们已经完成 大约是86% 发了这个4亿6千多万元 局长 OK 我想这个 你们用这个 更具体的数字公布 市长很喜欢数字的一个呈现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新闻 告诉我们大家 但是 芒果今年很惨 我最爱吃山 一粒都没吃到 来 释迦 今年也很惨 鸡瓜 鸡瓜 咱们怎么说 是鸡 对吧 也没去 害了 你说得对 都害了 西瓜节 本来是5月8号要做的 没办法 没办法做 局长 我们今天还有西瓜节吗 还有芒果的盛事 包括市长都帮忙去消日也罢 消哪里吧 我们今天还能做这些吗 都没办法了 但是你现在芒果是50年来最惨 你怎么办呢 现在一碗芒果冰 要变成200多块钱 就不叫做庶民美食了 就叫做乎亚郎吃的 要像以前那个荔枝是要给杨贵妃吃的 这样子你还办这种芒果节的话 是不是让大家那个荷包更难过 要去买还是不买 因为他价钱非常高嘛 对不对 所以你说你还办芒果节咯 是 西瓜节办不办 西瓜节今年 今年我们的产期已经过了 所以西瓜没办法了对吧 没办法 好局长 天灾人祸还有文旦 马上所谓的中秋节 要吃文旦嘛 是不是 文旦也不好 文旦是减产啦 减产嘛 最惨的应该是西瓜 山啊 荔枝 对吧 都糾不好 收成糾败 对吧 我今年今年刚好 气候非常异常 刚好都是开发期的时候 碰到下雨 好局长 麻烦局长一下 体恤农民 而农民通常他们最不擅长 把自己的苦楚 用着很清楚的文字语言表达出来 他们就在那边 就甘苦而已啊 拜托 竭尽所能 给我们的农民乡亲 最好的补助 最大的补助 明天开始 蔡英文总统 能够跟他们中央部会多要一些对我们地方天灾人祸 这种灾难的一个 一个灾 这个支持的话 麻烦你们尽量努力以赴 局长麻烦您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那个市长 德不配位 必有灾殃 这是南淮景先生在演讲里面 这么说一句话 然后这一阵子 我们这个国家 各种天灾人祸 坦白说我们都 非常的 用不甘 很难过 好 但是以我看市长一路从政以来 无比的顺遂 到前年年底 去年一整年 可能是赖市长的心情胸败 时 对于议会的 这个这个我们的这个 敲垛者 敲垂者 一直有你很大的意见 OK 我们去年登革日 今年0206 那我们议会跟贵府 目前算是还OK 市长的心可能平静一点了 市长的觉得一些意见 也许您觉得某些地方 给了你一些答案 但是市长 我们台南市民 这么样子的厚爱赖清德 这么样子的跳躺赖清德 在台南市第一届 您的市长选票 就已经是高的惊人 我们恭喜您 国民党输了 第二届您继续高的惊人 恭喜您 我们还是输了 我们回家检讨 没有忏悔 努力在一起 但是 对市民来讲 选票 应该给了您很大的一个责任 以及担当 以及信诺的完成 市长 您到底要不要做好做满 您到底要不要做好做满 担任市长 当然每一天都要把工作做好 我担任市长 您的市长任期是到2018年12月 照理说是12月25号 对 照理说对不对 今年2016 来市长 您到底要不要做好做满 每一个人人生的哲学不一样 我都是把这个 你每一天都做好 都把他做好 不会去想到 你怎么会不会去想到 你不会去想到 你的乡亲 你这么多年 一直是为大家 这个众目 这个非常关爱的立委 以及人气急望的明星市长 从来没有带你的乡亲去过万里 去过你的家乡 去过金山 吃海散啦 美白家 你这一次 要带他们600位 还占了不少民进党议员的名额 当然不敢跟你抢嘛 今年小英放出来的名额 相对来讲 可能让大家觉得不太够嘛 市长 您 当然有这样的一个free will 去带你的乡亲回家乡 不是你的 不是 那个家乡不是我们乡亲的家乡啦 是看看 把赖清德抚养长大的地方 但是市长 对我们台南人来讲 我们 那么厚爱你 我们在意的 你让我们心里有准备 要不要做好 做满呢 市长 王議員 这一次带台南的乡亲 去北海县走一走 完全是因为要让 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行程更丰富 就是这样子而已 半米两天半 要去坐车 就是因为这样 真的是有够丰富的旅程 就是因为 这些乡亲我们台南人的高龄化 也是排在前面的 应该有很多老大人 很疼 王議員 因为这些都是小英的竞选干部 所以因为 请他们到台北去 要晒一个早上的太阳 因为这些人很多都参加过 陈水扁的旧式典礼 但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意愿并不是很高 所以就是要让行程丰富 才去野柳 是的 我家只是顺便 不好意思 你说这个落落等 我的问题很简单 你怎么解释 以您的逻辑 以您的好口才 都解释通 我只问你要不要做好做满嘛 做不做到2018年的12月底嘛 你回答我这句话 就我们就结束了嘛 就这个议题就结束了 你要不要做好做满 你不要说你每一天都要做好 对不对 我们议会几个同事高升 你贵府的高升 今天他们有来用请假的方式 是那个谁 我们新的淡代 OK 那他们就走人啦 他们做的每一天也做的好啊 可是他们有没有做满 没有做满嘛 去追寻自己更好的发挥 更好的前程去了嘛 市长 所以你就明白 让我们先有准备 让想要抢你位置的人 他们也能够准备 而不是你常常就讲说不要急 我还在 你们慢慢先做好立委 你的副市长先做好 你的民政局长先做好 你让我们台南相亲也知道 不是你只有来的人知道 你对我们有责任嘛 市长 所以你不做好 对不起我这样讲是不厚道 来我修正 所以賴市长的意思 我只要在台南市做市长每一天 我就做好 但是议员有没有做满 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不同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说是就OK了嘛 很多事情每一个人的人生哲学不一样嘛 这跟人生哲学没有 这是你的规划 这不叫人生哲学 你本来打算做总统的啊 结果有事情的改变呢 这个你不用再去掩蛮这个 掩饰这些东西 我只问你 我同意賴市长的回应 每一天只要你賴清德做市长 賴市长对自己期许就做好 你做不做满嘛 你刚刚讲了 因为你的人生哲学 这不叫人生哲学 叫规划 你下一步的规划 当不成总统 明天要去参加小英的就职典礼 没有关系我賴清德 还有我自己对自己的下一步期许 我还年轻 我还有的是我生命的能量 我还可以继续为台湾人打拼嘛 你不做满 请坐 来 基本上当然是找賴清德賴市长 明镇局 局长 我不知道你加油赢得了他们不 你看严副市长 有够没赢耶 到处演讲 到处在那边拉票 不是拉他的同俄选举哦 是拉选市长的哦 包括其他立委 局长你加油 对我们来讲 我们都祝福贵党 谁出现 对我们来讲 我们都是辛苦万分 来局长 东区 局长你看一下 你知道东区在市长两届任内 给了市长多少选票吗 第一届 第一届 我们东区给市长的选票 趴数大概是将近五十趴 出头 五十趴加 第二届 给市长的选票大概是六十 好像是六十四趴 六十四趴多 这样子的大幅选票的增加 对赖清德如此这般的寄予肯定与厚 但是 民政局你看看我们东区的人口 从赖市长上任以来 九十九年 一路减 一路减 减到一百零四年 不足十九万 我们少的趴数是 二点七四趴 东区给了我们什么 局长你请坐 来赖市长 从五十趴的选票到六十四趴 东区真的是非常欣赏赖市长 过去呢我们蓝军认为 东区对我们来讲 是我们蓝军比较容易 占优势一点的区 显然我们蓝军的努力不够 我们一路也输了 但是输了蓝军不要输了市民 不要输了乡亲 你看看东区我们的人口叫做负成长 南区负0.34 北区负0.55 中西区没有话说 结构性来讲就是我们台南最老旧的一个 历史文物区 其老这些朋友们可能就陆去陆续大去 好我们甚至输中西区 我们的人口的降低比中西区还惨 安南区增加6.46 安平区增加4.44 我以我们过去的旧市区做一个比例 市长 我跟你说明一下 当然我非常感谢东区的父老乡亲对我的栽培 那今天东区的人口这几年来大概少了5000人 从你那张表里面可以看得出答案了 主要是移到安南区去 因为过去合并前台南市是东区是人口最密集的 然后现在合并之后有些搬到永康有些搬到安南区 主要是因为人口的自然流动 什么叫做自然流动 市长 今天我们东区褪色成这样 褪色成这样 你一去自然流动就可以给我们解释了吗 安南区的建设 包括安南医院 包括那叫台博馆吧 是不是 包括你未来 已经是棒球场对不对 我有没有弄错 对不对 OK 包括一大堆相关的市地重化 都在安南区 安南区本来就浮原广阔 我们祝福安南区真正日上 但是 给了我们东区什么 昨天本会的同仁也在讲 我们东区真的是被三振了 褪色到这个样子 人口每年减每年减每年减 安南区增加是他们的福分 并不是我们东区人口去安南区 为什么要去安南区 因为东区没有建设 东区你不断挑票 王议员这样讲对市府不公平 因为东区本来就是生活设施 比较周延的地区 包括文化中心包括医院 你怎么讲得出来对你们不公平 你的小巨蛋完蛋破蛋 冬蛋 你怎么说得出来对我们东区 这样子的话 所以年轻人或是其他人 他会寻求到安南区的永康 安南区的房价现在一点都不便宜 来市长小巨蛋 小巨蛋我们用多功能会在中心 昨天您也提到了 对我们的解读 你就是挥棒落空嘛 本来就是不管你什么原因 而且你讲得很好听 你说是不是你的主观因素 是客观什么叫客观 交通因素没有办法 这是陈大说的 对不起以我对陈大浅薄的了解 陈大为什么要揽这个蛋子 陈大为什么要揽这个蛋子 陈大当初他有来投标啊 他投标他就输了嘛 然后这个争议不断嘛 我当然知道他有投标啊 他争议不断 台南大学要这个小巨蛋 他表示他有意愿啊 中央政府教育部给了搭配的预算 你就是抵死不从 他只有6亿耶耶 市长 合约是要29亿 他根本没有能力盖 交通教育部也认为他没有能力 哪样不是后来拼命追加 而台南大学没有一丁点 不想做的想法被你一路逼迫 一路因为黄秀双跟你政党理念不一样 一路逼迫 市长 这完全不是事实 好 没关系 你说不是事实 我的解读就是这样 黄秀双黄校长他还感谢我 帮他去教育部争取 那是之前 你后来就不让他做了 包括我去找过行政院院长 政务委员 交通教育部长 来 来 小巨蛋就是没了 来那个地方现在要做什么 都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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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地方要做什么现在 是包括我们现在还有 15公顷对不对 未来还有跟这个承大还有相关的研发单位 去在谈 还在谈嘛 是 还在谈 还不知道要做什么嘛 但是我想那一块地的位置 我想因为非常多人会有兴趣 你这什么话呢 是 把它放在那边 放了这么多年 那个本来就是精华区 当然有人有兴趣嘛 因为趋亂征收还没有完成 所以我想这个未来的机会会很多 而且东区未来平时营区跟趋亂征收开发完成以后 至少会进驻超过2万人以上 小巨蛋就是破蛋了嘛 来 铁路地下话卡关 是 来 都发局谢谢您 我很难得有荣幸跟赖市长这样对面几十分钟 所以我非常盼望赖市长一路就回应我的议题 铁路地下话卡关嘛 对不对 来 给我翻过来 市长 这两天有一个新闻 我不知道市长有没有看到 好像也是现在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我们现在执政的很少了 那叫做新竹 新竹市市民党执政嘛 没错 没错嘛对不对 林志坚市长 对对对 林志坚市长 他在新竹的一个虎林棒球场 市长 因为有一户老伯伯 第一死不肯搬 他那个不搬的理由就是他的感情 跟那个地方是警力连结 他就是不搬 结果新竹的林志坚市长贵党 把棒球场迁移50公尺 这边这句话标题下的多么的温暖 帮他留个家 帮他留个家 市长 小巨蛋 铁路地下化 这整个都是东区未来 荣景之所在 我们没有人不希望做铁路地下化 但是这么大的争议 三百户朋友 可能现在在您的大力的鼓吹之下 少了一些没错 就是仍然有 他们觉得对自己不公不义的朋友 5月9号他们在台北的抗争 让5月10号 国民党觉得这个重大议题要交给新政府定夺 因为新政府的蔡英文已降 让全台湾人觉得最重是土地正义 那我们一路拖一路拖一路拖 重点是说 这边一路拖 在生产路隔壁的照顾住宅 那个漂亮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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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啊 那边并没有停哦 也就说明年的时候 那边照顾住宅可能大部分都完成了 那个什么什么邦 用高价也在对市上上放贩售了 现在都在卖了 请教一下到时候会是怎么样呢 到时候会怎么处理呢 我们铁路地下化什么都没有 然后那边的照顾住宅好了 大家愿意搬进去搬进去 不愿意的把那房再空好几年 这是对我们东区的厚爱吗 再来 市长辛苦您哈 我说过难得你就给我站着 平时营区重画区 照理说到2016年7月份 到今年的7月份 平时营区重画区的中央公园 这一块应该都OK了吗 应该都OK了吗 OK 这个看起来也是让人如此的惊艳 40公顷以上的一个重画区 国防部对赖清德都是你们民养执政 一直都采取高度配合的态度 目前好像还有四户人家还是三户 对不对 显然你们告诉我的讯息都可以处理好 但是市长这个重画区里面 来翻过来 再翻过来 有没有有没有少一张 OK这是小巨蛋再翻再翻再翻 再翻 平时营区重画区里面 有两大块 是远雄标去的 对不对 是远雄标去的 远雄那个不是 远雄标去的 C4 C5 王爷你可能误会了 我误会了 远雄标走那个是金中山村的重画 对对对不起 他不属于平时营区 不好意思 就是他整个的这一个相关 有 这是金中山村 没错 这边 这边是平时营区 来 金中山村这两块 远雄标了吗 远雄当时的时候我们看到说 他可以拿回的分配比例 53% 54% 他可以可受金额100亿 对远雄来讲 是多么重大的一个南台湾的案子 但是 非燕新村的疑虑 包括 本会在审停车场预算的时候 我们的不解 所以事实上这边的停车场相关议题 本会也要求移送检调 对不对 非燕新村本会的议会同仁也说 不要跟远雄签约 不要跟远雄坐下去了 因为他们让人不放心 他们台北的大巨蛋 跟科匹的政府弄的鸡飞狗跳 我们台南不要重道负责 所以 负策 所以 王爷你可能都误会了 因为那都是国防部的土地 签约的都是国防部跟远雄 但是市长 到时候盖瓜承受的并不是国防部啊 是我们台南市的乡亲 能不能如期看到 东区最漂亮的精华地 有建设有未来 您跟我们讲的第一届 你说看见未来 未来如果说远雄他们有建案 我们都委会就严格审查就好了 这个是国防部的土地 跟远雄签约 跟台南市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啊 你不要这样子推嘛 我怎么要推这个事实啊 当然是你们市政府只是执行单位嘛 这样讲对不对 我们也不是执行单位啊 那是什么单位 金中山村 那个都是国防部的事情啊 当然是国防部 陆军比较辛苦的眷户住在那边嘛 市长 我的意思是说远雄的争议这么多 飞燕新春到现在为止 大家还跌跌吵闹不休 那金中山村这块土地 地下所谓的地下停车场造成这么多疑虑 我们担心 我们担心 这么大一片金华土地 在你的任期之内 我们也看不到什么东西嘛 东区的人口一路减少 会在平时营区里面盖地下停车场 也是回应议会的要求啊 你们认为说那个地方的交通的冲击很大 要求台南市政府要增设停车场 那我们就做一个地下停车场 这个是平时营区那是市政府负责的 跟金松山村的远雄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 你怎么样新闻稿解释 你有的是机会 比我们占了太多话语权的优势了 市长 你承诺过东区有小巨蛋嘛 你承诺过去年还在说 结果现在显然东区小巨蛋没有 你不要告诉你们再继续计划 你现在要做会展中心了嘛 会展中心不在我们东区 会展中心能不能把小巨蛋的相关优势放进去 也是未定之天 会展中心就是不叫小巨蛋 只是你们要让我们觉得有处理掉 你们告诉我们会包括小巨蛋 所以你本来就是跳票 你第一任你说看见未来 第二任你说大步向前 我们东区哪里有大步向前 我们东区一路落后别的区 而且你刚刚也讲了 你搞不好你坐不满嘛 如果你要回新北选的话 你的户籍之前半年要签去 你的安排 你包括你去送一下 没关系那你说你不去嘛 你就坐满嘛 你回应我们坐满也可以啊 对不对 你那么在乎你的信诺 市长 所以我要讲的意思说 东区人口滴滴落 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你真的是应该给东区一个交代 给乡亲对你的厚爱一个交代 东区有什么建设 你任内 两年你可以让我们看得到的 南訪不是你的建设 南訪不是你的 主要都是在我任内完成的 总会不是我 我来 市长 没关系你怎么解释 是您的发行圈 我们有得高重化 我们也开辟的道路啊 我们也让文化中心更加的多元 更加的丰富 有国际级的表演啊 市长 所有的人口都跟着建设走 尤其是重大交通建设 重大具体可见的指标性建设 这是非常清楚的事 这个重大监视是其中一个因素 我刚刚讲了 因为东区是台南市合并前 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 没有腹地没有建地 每一个建地价格都很高 所以在县市合并之后 因为人口就往安南区跟永康一 市长 您这样的解释 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很难说服我们 至少你说服不了我 我就觉得说我们东区这几年 怎么看我家附近都一样 棋楼仍然庸色不堪 道路从来没有真正的补贫补好过 然后呢我预期我的好朋友 他们的物件所在地 房产所在地 也许会随着建设 他们去稍微小发一点财 通通落空 来市长 花在东区的建设经费跟你报告 没关系 你下了场麻烦你的这个幕僚人员 告诉我一下 我们东区有得到市长任内多大的青睐吗 但是我们的人口就是弱我们的建设 三大建设 我们什么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一个样子吧 市长 那一天那个 那是官吕局不是吧 还是 哪一个单位在报告两岸小组的 上次是 是不是官吕局 对不起还是 OK 好 研考会 研考会 市长辛苦您 来 研考会 你上次跟我们报告两岸小组 我记得是几行字 两岸小组最近一次开会是4月18 对不对 隆重开过三次会 是不是 你告诉我 两岸小组是蔡英文做党主席 要求民进党执政县市都要成立的一个政府公部门单位 两岸小组从你们2015年7月成立到现在 研考会 你们做了什么 你们的成绩是什么 跟委员报告 那我们两岸小组在开三次会议 第一次的时候当然就是外聘委员的部分 我们有5个专家来参与我们两岸小组的一些讨论 那我们会针对在两岸小组的部分 城市交流的部分 会在会议里面去做一些讨论 那第一次的会议是这样 第二次的会议我们大概会有针对 城市上面交流的包括 代签校长他有去提到的某一些路征的问题 是 这都是我们知道的学界名人 但是 市长 对不起您请坐 来市长 您内部怎么样的沟通讨论 我们对民众来讲 我们要看到的是绩效 譬如说日本 您的绩效卓著啊 马上你是8月还是9月又要去一趟日本吗 是不是 我还是我误会了 下个月 下个月嘛 对不对你绩效卓著 我们主要是 奔波的 你也是非常愉悦嘛 对不对 那个王爷主要是我要跟城局市长 到熊本地震的地方去表达我们 去慰问灾民嘛 因为我们这些地震他们也帮了 是是是没有关系市长 您这样的解释是属于人情势力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大陆也曾经有地震惊人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捐点钱啊 还是全世界人类都是一样的嘛 他们没有因为是在共产党管 所以特别的低劣嘛 不会吧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市长 两岸小组我们要看到的是你的绩效 日本你那么有绩效 对不对 你已经开了一条线 越南你也开了一条线嘛 是不是这样 但是 路客人数 台南从去年 你回应我的质询的时候 掉 西安没有了 买了票 西安航线硬生生被迫 中断 我的朋友买了票 西安直航 包机直航 西安航线赴东流 这个都没有透过台南市政府 我告诉你 賴市长您说您不知道 实在是把我们当小航的刀 不可能的啦 他真的没有透过台南市政府 但是您知道啊 你没有透过台南市政府 西安航线 他为什么要开 武汉包机西安航线 都没有透过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政府不知道 台南市政府跟对岸没有默契 他们是 二百五白吃会开先航线 王議員 我希望 水惨器座 你可以跟 这个中国大陆的朋友讲 如果需要台南市政府 台南市政府协助的地方 我们亦不容置 市长 但是他 从来没有到过台南市政府 来寻求协助过 因为 不敢嘛 市长 你讲得很清楚 你不见嘛 人家要见你 你不见嘛 还是你说你私下见 我们没有做见不得事 贵党不一天闹讲 不要黑箱 公开公明透明 连在国会总质询 所有的暗示作业 通通要拉在阳光下嘛 都是贵党讲的话 我是说 我是说他们不便 在市政府公开见我 市长 如果他要来拜访我们 共产党比我们灵光的很 他们为了有他们的目的 意图 他们比我们灵光的很 不用用这些话来搪塞我们 水惨器座没有虚约吗 OK 没有虚约当然也有道理 因为我们拭目鱼的 鱼庙价钱越来越高了 但是市长 我也谢谢市长 接受了某媒体的 询问 您讲的非常的诚恳 非常的有善意 说水惨器座乐意在签约 两岸航线 你绝对也是抱持一个正面 支持的态度 对不对 包括陆克来 您不是都讲了吗 请陆克不要误会 以为我们台南人就是 会把人家绊倒 就是帮人家丢东西的 这样的台南人嘛 所以市长 拿出作为来嘛 今天武汉包机也没有了 四月没有了 没有了 王爷爷 你可不可以来协助这个事情 市长 我有这个荣幸 协助两岸更和平更开心 大家能够长久好好地相处 航线 包括我如果能够在日本 也能够让人家觉得 记得慰安妇是你们强暴的 我当然都乐意啊 市长 武汉包机真的没有了 那我的意思是说 贵府是不是要有作为 不只是开会 我们意而不决 绝而不行 这样子的话 不是有效率的开放政府嘛 不会是赖市长乐意看到的结果 所以市长 如果照市长这样讲 我来争取这个荣幸 我们来协助一下 让蔡英文上任以后的520 我们台南还能维持路客的荣幸 维持两岸的航线 您愿意吗 王爷我简单的跟你说明一个 就说我们大家要合作 共同争取台南的利益 市长您觉得我们不合作咯 我说我们的立场要一致 因为中国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常常是一个上对下 或是给予的态度 其实这个是创造双赢 应该是大家平等的 市长 市长 您讲这个话 我都非常同意 但是当你们面对日本的时候 日本有给我们该有的尊重吗 对我们的未来安抚议题 日本有给我们该有的钓鱼岛 到底是谁的 钓鱼台到底是谁的 这个好比我们飞大阪 人家大阪也非常欢迎 来 市长 我们现在讲一个 您作为专业医生 卫生局长 局长 其实我们这个严副市长也是 局长 这边 这边这本书 我不知道包括 赖医生 赖医师 大家都希望 不是 市长希望 乐意人家叫赖医师 这本书 我不知道局长 您有没有收到 没有看到 有没有收到 来 局长 作为一个专业医生 台南人的健康是你最大的考量 我麻烦局长认真的读这本书 我问你 市长 这本书 受肉筋与癌症的前世今生 赖市长 作为一个 医者父母心 以及父母观这样子一个重要角色 不可能不关心我们的健康 赖清德医师 当然会同意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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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麻烦一下 二零一二年 二月八号 瘦肉筋风暴燃烧 南部五县市 首长 多么的义正词言 在那边说 健康是我们在乎的 瘦肉筋美牛 不可以进台湾 你们将不惜一切抗争 从立法院到你们执政的县市首长 到本会的议会同仁 麻烦给我放 二零一二年 賴市长的历史争言 如果说为了当总统 然后牺牲人民的健康 作为交换的条件 那我想那干脆不要当也罢了 市民 国人都不会肯定也都不会支持 因为很重要 所以要放三遍 如果说为了当总统 然后牺牲人民的健康 作为交换的条件 那我想那干脆不要当也罢了 市民 国人都不会肯定也都不会支持 再放一切 如果说为了当总统 然后牺牲人民的健康 作为交换的条件 那我想那干脆不要当也罢了 市民 国人都不会肯定也都不会支持 賴市长 您说过没 好极了 好极了 所以为了当总统 牺牲人民的健康 作为交换条件 不用当 市长 农业局 卫生局长你请坐 农业局 我们的猪的投数 猪的投数是 56.8万头 我们的养猪场是706场 是全台湾第四 上次我们都讲过了 对不对 所以市长 你刚刚回应我的说 你的立场没有改变 对不对 没有改变 我要麻烦媒体朋友 把赖清德的一贯立场 加以告知我们台南乡亲 所以现在我要请教一下赖市长 如果开放美猪进口 台南养猪户要怎么办 台南养猪户要怎么办 王议员如果 如果开放美猪进口 大概影响两个层面嘛 一个是国人的健康 就含有这个 这个萊克多巴胺的瘦肉精 大概有两个影响 第一个层面就是国人的健康 第二个就是对农民的冲击 在配套 没有完整的配套之前 我是不会赞成的 你不会赞成 市长 就是要有完整的配套 你四年前2012年 你就预知英皇世纪 你就预知自己为了 所谓的萊克什么 萊克巴多 萊克多巴胺 萊克多巴胺 寧愿不当总统 赖市长的先知 酌见我们敬佩 可是呢 我们最重要的是 绝对不能让 美猪瘦肉精进口 影响我们 乡亲的健康嘛 对不对 市长 您跟小英说吧 您告诉小英吧 明天六百位 还不止 告诉小英 我赖清德 立场一贯 为了台南人的健康 坚决反对 受肉精 美猪进口 您 刚刚说 支持一贯自己的立场 是不是这样 市长 签上这个名吧 让全国看到 看到 你是继 魏民股 是不是 还有一个 县市首长 魏民股已经签了嘛 已经 不用让美猪进口 美猪瘦已经进口 其实我们的立场都一样 就是说 我再说明一次 我说 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猪 如果进口影响两个层面 一个是国人的健康 一个是农民的生活 如果没有完 政府没有完整的配套 我们是不会支持的 我们不支持 这样的立场 不管是马英九当总统 或者是蔡英文当总统 我们的立场都一样 蔡英文总统跟你立场一样吗 我再讲一遍 你刚刚没有再听 我说不管是马英九当总统 或是蔡英文当总统 我们的立场都一样 一定要先有配套 您就把这个签下去 让蔡英文看到 我们的南霸天 賴清德不支持 这个案子 一定要没有瘦肉筋 中国大陆没有瘦肉筋 中国大陆的美猪进口 没有瘦肉筋 我想市长绝对知道 签个名吗 我刚刚已经讲了 那你就支持 那我要帮你签咯 媒体看到 他支持 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讲的话 就是代表我的意思 不必再另外再签 好 賴市长 我们不要让賴市长 非要在这边 做这样子一个签名 但是 等一会我会帮賴市长签 我王嘉珍带的 賴市长同意的 好市长 美猪瘦肉筋进口 你说不 我们刚刚这本小册子 我觉得市长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gots 跟蔡英文的 第一个重大议题 农委会放出来的重大议题 你就已经表达了立场 医者父母心 当然要肯定 但是 配套要做好 对不对 因为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其实高雄市长陈菊 或者是这个 贵运鸣鼓 其实我们大家立场都一样 然后这个立场 也不会因为 马英九当总统 或蔡英文 好极了 好极了 对啊总统你不要当嘛 现在他当了总统的话 受益金就要来了嘛 那你真的是 牺牲的有够彻底 总统不当 因为你遇见 美国贸易署 会强大的施压 非要进口美猪嘛 对不对 好 这个 我谢谢賴市长 2012美牛风暴 反对收入金美牛进口 2016 曹启宏说 无法拒绝收入金 挡不住 你们的立法委员 通通转向了 昨天 还是前天在立法院 你们的立法委员 直接让他 二审吧 是不是 是不是 还是副委 哈 这个是你们的立法 立委专业 反正你们的立法委员 通通转向了 好 我谢谢賴市长 你是被和谐了吗 这句话 我要重新把它修正 賴市长 只是没有碰到机会去谈这个 所以賴市长 牺牲健康 宁愿不当总统 同样的道理 健康是everything 健康是你作为医生父母心 市长父母官 你最care的 对不对 所以 WHA 我们该不该去呢 健康 health 来教育局长 你的双语 我想你会做得很好 我都不知道我这写 我都不知道我这写 对不对 好我们再给那个王议员一分钟做结论 来局长你请坐 health is above all no park no talk ok 不要租 就没有谈判 就没有TPP 就进不了TPP no China no WHA China就写得清清楚楚 no WHA 就进不了WHA 市长 我的时间 不好意思 我很乐意继续跟上请要 我们一定要给各位做一个结论 当诈骗集团完全执政 真的是骗你千遍也不厌倦 反egfa 反福帽货帽 反陆克莱台 反护鱼 反掌店家 反马青中 反开放美牛美猪 也许不是赖事的 赖事长 我支持你赶快去选总统 因为 你会以贯之 你不会像他们 骗 概括承受 福帽货帽可以谈 欢迎陆克来谈 呼吁不能硬碰硬 店家执掌不驾 要扣大陆一点善意 开放美猪进口 麻烦一下 恭喜了 来放 Republic of cheating 王国 法 大家好 在场的是民进党车队 太阳花学生 还有民进党的支持者 大家有志一同 就是要推翻马英九 民进党的路线 就是反对马英九 EKFA EKFA造成四百万人失业 也反对马英九的服帽货帽 因为会严重冲击台湾产业 更反对陆克来台 因为会有解放军争的 造成国外问题 好的 现在执政团队已经上路了 已经要准备执政了 执政就必须跟大陆接触 民进党到底该怎么样 维持选前承诺 贯彻立场呢 转弯了民进党 一个漂亮的大转弯 天哪 盖瓜承受EKFA 而且支持者纷纷跟进 真是不敢相信 完全没有骂民进党 民进党又一个漂亮的大转弯 欢迎路克来台 EKFA服帽服帽 又都可以谈了 又是一个漂亮的大转弯 哇 转得这么硬 大家竟然还能够接受 太夸张了 让我们看到下一个画面 前面那台车是国民党 菲律宾印尼 抓我渔船 国民党太软弱 超越它 超越它 然后转弯来 日本政府抓我渔船 民进党丝毫不敢看见 民进党说不能硬碰硬 哇 又一个大转弯 民进党说自己不是软弱 只是没有发出谴责而已 天哪 转弯转成这个样子 哎呀 这实在是太精彩的法夹弯了 好 接着让我们重回到比赛现场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民进党反对马英九涨电价 民进党承诺未来的十年电价只降不涨 再来呢 好 王议元 那个我们的时间齁 有超过 那我是不是给我们市长 好 请那个市长做个回应 因为我们还有下一位 好 王议元谢谢 谢谢你的市政总咨询 那我们请賴市长 跟你做个回应回答 那我大概30秒钟就可以了 就三点 第一个就是 对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租进口 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 那我们也希望马英九 跟国民党不要改变 如果他们支持就继续支持 不要因为下台了 然后就变转为反对 那第二个呢 WHA邀请台湾 那是因为台湾2300万人 本身的健康就是个人权 就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跟一个总国原则没有关系 你看蒋介石 因为反对2758号决议案 不惜退出联合国 有马英九 不孝的马英九 竟然说2758号决议文 是符合的 你看看 这种国民党的 怎么对得起蒋介石 你自己想想看 这个第三个很可惜 南淮景的得不配位必有遭殃 这句话被你误解 你今天全盘的这个咨询 跟这句话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回去好好看一下南淮景的内容 好 谢谢王一元的咨询时间 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的市政总咨询 我们休息到10点半开始 我们休息到10点半开始 那么脑不到 余一点 膠态